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比如为自己制定奋斗的目标 有质量的生活 保持良好的心态等等 而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 济南军区某陆航团的一位军嫂王丽娟 她幸福的秘诀却是毫无保留的去爱 那么她爱的是谁 又是如何去爱的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她的幸福 我叫郭勇 今年42岁 是某陆航团副舱长 驾驭铁银 守卫天空 是飞行员的职责 作为空空卫士 我们一次次认真飞行 扫出着天空的影画 带来安宁的福音 看到阳光祥和地 撒在大地上 人们自由地舒展在蓝天下 作为飞行员 我感到游冰的心味 因为里面有我们的一份功劳 我叫王丽娟 今年40岁 是郭勇的妻子 在辽城市安居住宅发展中心工作 丈夫为我撑起一片天 我给丈夫一个温暖的家 无论他飞得多高多远 在地上 总有一个温馨的港湾 等待着他的归来 我在沐浴阳光 享受和平的同时 不停地将空中传达爱的力量 增加他搏击长弓的勇气和打破 澳游云海杜苍穹 作为飞行员 我自豪 用爱他浪 我幸福 作为飞行员的妻子 我骄傲 周末下班后 王丽娟没有去参加姐妹们的聚会 而是早早回家准备晚饭 因为丈夫郭勇刚从外地接飞机回来 他们已经三个月没见面了 王丽娟特意为丈夫做了她最爱吃的家乡手擀面 作为陆航飞行员的妻子 王丽娟已经伴随丈夫 飞过了十七个春夏秋冬 像这样一家三口在一起吃饭 一年也没有机会 十七年来 他们历经坎坷走过风雨 而要说起他们的结缘 还要从两人的高中生活说起 1989年 家在西安郊区的郭勇 凭且优异的成绩 靠入西安市读高中 但是到了高二 因为家境贫困 他几乎就要辍学 回家之后 就为了下一个礼拜的生活费在哪 这个发愁 经常就是家里边条件很差 同桌王丽娟是一名家境忧郁的西安市女孩 当他得知郭勇的情况后 毫不犹豫的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 他就主动的过来 就劝我不要退学 说是经济方面的 他帮我这个垫斧一些 渐渐的郭勇对善良的王丽娟暗生情愫 他悄悄的怀揣着这份爱 法愤图强 最终考上了现在的空军航空大学 大一内孽 郭勇在放假回西安期间 恰逢王丽娟生日 他大胆表白 还特意跑到西安电视台 为王丽娟点了首歌曲牵手 自此两人开始了爱情长跑之路 我觉得从某种角度上来说 那会儿是被爱情冲昏头脑了 1994年大学毕业后 王丽娟进入招商银行工作 嫁给郭勇贤 他已经是招商银行西安总部的中层干部了 1998年 为了让丈夫安心飞行 王丽娟毅然从西安随军来到保定 然而理想很丰满 现实却很骨感 首先面临着没有地方住 然后我们租住在农民的这个房子 农村那个房子 就是一排平房 就五间 然后人家会把最差的那个房子拿出来出租 然后我们就租那样的一间房子 然后就在那个走廊那儿做饭 下雨的时候还没法做饭 王丽娟感到了巨大的落差 他唯一的安慰就是丈夫的体贴 进家了以后 他什么都没说 然后他就把家里的那个家里都打扫了一遍 鸡脚嘎篮 包括床底下那些灰尘啊什么都全部扫了一遍 有了妻子的陪伴 演习里边的任务里边的一些这个过程中都是要求飞转严的 郭勇不仅要熟记直升机上近三十个仪表 三百个电门按钮 近千个性能参数 还要苦练飞行技术 努力达到电门按钮一摸准 功能程序一口清 从底面准备技术交流到飞行实施 他一个环节一个环节的抠 逐步提高飞行的进度与精度 功夫不负有心人 1999年 郭勇因表现优秀 被选拔参加国庆五十周年大阅兵 可此时王丽娟即将临产 他不能留在身边照顾妻子 当时觉得挺光荣的 也没想着 哎呀我今年要生孩子呀 什么什么的 没想这些事 考虑到天气炎热 郭勇为了让妻子安心生产 当时月工资只有九百元的他 借钱给王丽娟买了台空调 当时空调挺贵的 三千八百多 这个空调搬了五次了 也舍不得扔 里头有我们很多美好的回忆 有了丈夫暖暖的爱 王丽娟觉得自己非常幸福 然而就在孩子出生的那一天时 王丽娟难产了 医院考虑到可能出现的严重后果 最后只好通知郭勇 让她从北京阅兵村赶了回来 交集吧 这个坐车感觉 这个时间过得很慢 到了之后又是一直很担心 因为毕竟是很大事 等我回去的时候 两点多就省了 女儿出生了 夫妻俩给她取名 叫国家乐 通过谐音来纪念国家大乐兵旗舰 王丽娟缠着的坚信 然而孩子五个月大时 王丽娟一边照顾孩子一边上班 实在忙不过来 只能把孩子送回老家抚养 后来王丽娟重返职场 凭着自己的努力打拼 两年时间就升任保定新世纪商城的副总经理 仅保底年薪九十万元 就在王丽娟愁满志的时候 郭勇却因为部队转力 调到河南新乡 王丽娟跟随丈夫来到新乡 还不到三年 丈夫又调往山东辽城 在随丈夫辗转各地的日子里 王丽娟先后五次搬家 五次换港 真的是举目无情 你觉得有困难 不好意思跟老公说 不好意思跟部队说 又没有同学 没有亲人 几乎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王丽娟宝长一路艰辛带来的漂泊感 对爱情和生活慢慢失去了激情 渐渐的他们的婚姻也步入了七年之痒 两人因为各种琐事吵架 甚至闹到了离婚的地步 就当时我跟他 就说 没想到潜伏 许多年的婚姻危机 终于在一种瓶颈中爆发了 人家说七年之痒 并不是一个女人 自己努力所能改变的 我问我自己 你还能挺住吗 你还能早上起来 带着孩子去锻炼 还能为她做早餐 还能去上班 中午去采购 周末给孩子洗澡 周末带她玩 我还能吗 能吗 面对婚姻危机 王丽娟究竟该如何去做呢 丈夫空中遇险 险中求生 怕怎样用爱助威加油 成立家委会 做策划 搞活动 她如何奏响 爱的交响曲 君女人生正在为您播出 王丽娟永远牵着你的手 为了挽救婚姻 王丽娟自学了婚姻心理学 开始自我经营 她会经常给自己买花 因为她觉得 这不仅能够点缀生活 还能够时刻提醒自己 幸福像花儿一样绽放 此外她还爱上了阅读 让自己不断提升和成长 那么她的这些良苦用心 究竟能否挽回爱情呢 面对妻子的变化 丈夫郭勇感到了她的用心 也开始不断的反思自己 本身自己稳定的工作 再变成重新到一个陌生城市 再重新找工作 好不容易在文扎文打 有一点成绩之后 紧接着我又换地方了 接着又换 而且换的还是 可以预见的是临时的 在新乡那几年 可以预见的是临时的 再过几年又得换了 所以始终处于一种漂泊之中 确实不容易 沉默内向的郭勇 也开始主动关心妻子 为了不让妻子担心 无论多晚 飞行结束后 他都会短信或者电话 报上一声平安 但王逆圈不知道 有时在这一声平安的背后 隐藏着汹涌的危险 在2006年2月的一次训练中 郭勇所在的飞机 起飞八分钟后 突然响起急促的报警声 面对这种危险紧急的情况 郭勇进行了冷静分析 原来是滑油外泄 而引起的滑油压力过低 如果不进行控制 滑油外泄过多 会导致发动机磨损 停车 甚至空中起火 那个麻烦力非常大 基本上就是生命运 郭勇和战友紧绷神经 跟死神展开了较量 在空中博弈了整整16分钟 最后不仅飞机安全降落 发动机也得到了保护 损失降到了最低 第二天检修 第三天试车 几天就又开始飞 那个发动机保护 化学美衣的郭勇松了一口气 他像往常一样 给妻子回复了平安悟念 直到两个月后 王丽娟在跟其他君嫂聊天时 才获知此事 除了我以外 周围的这个飞行员和君嫂都知道 就我自己不知道 两个月以后知道以后 我当时知道以后 那个心还怦怦的 就很害怕 那段时间 心有余悸的王丽娟经常失眠 随着丈夫的一次次升空 她的心也一次次悬起 王丽娟思来想去 她觉得第一时间看到丈夫安全飞回 心才能落地 此后空旷的机场上 多了一个手持鲜花 等待丈夫归来的女人 我要知道她这天要回来 我一定把这个时间排开 一定安排时间来机场接她 我也不是说不顾 就是说别的飞行员 或者别的君人或者君嫂 怎么去看我 你看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 我觉得对我自己的婚姻 我一定要去把握她 让我的老公觉得家庭很温馨 是她稳定的后方 为了感谢妻子的爱与付出 让妻子也感受到爱的甜蜜 郭勇也再次使出了浪漫的招数 这儿子就可以了 你先挑 不过的话再你拿 你好 送给你 这是你买的 怎么了 不像吗 切这么像 切这么像 这种东西都是你给我买的 今天送你一次吧 哎呦 我天 就这样 两人的感情慢慢回温 王丽娟意识到 抱怨和指责 只会让生活更加糟糕 只有相互理解 相互支持 才能与幸福同行 来到疗程后 王丽娟不仅看到了更多君嫂 对爱的执着与守护 也深深体会着他们的艰辛与付出 相似的经历 让他们很快熟悉起来 为了能更好地稳定后方 让丈夫更为安心地飞行 2005年 王丽娟和四个要好的君嫂 一拍即合 用业余时间 自发成立了家属委员会 我想想自己 之前经历的那些苦 那些累 那些迷茫 那些痛苦 我想我不想让这些年轻的君嫂 再这样走一遍了 在我们拍摄期间 王丽娟他们正在筹办 恩爱夫妻营活动 旨在促进夫妻间 更好地沟通相处 为了办好这次活动 他们搞策划 跑场地 拉赞助 忙得不以乐乎 都是从恋爱 结婚 生子的一些风味 我们都跟大家分享 希望婚姻能不能保鲜 我是希望咱们这个 80后 85后的夫妇 咱们的军人家庭 能够更幸福 老公我爱你 传媒朋友 我也爱你 我爱你 好 每个人一个拥抱 我爱你 家委会成立十年来 王丽娟他们还先后开展了 女性沙龙 育儿交流会 陆航一家亲等 一系列活动 那么我们这个家属委员会工作呢 通过举行一系列的 比较炒钱的 这种亲子活动啊 这个夫妻 这个和谐 这个全家府活动啊 用中医治卫兵的办法 来从根本上预防了 这个夫妻关系的紧张 今年五月份 王丽娟被评委济南军区郝军嫂 而郭勇作为特级飞行员 也已经功勋卓著 他先后被军区表彰为 基层建设先进个人 北阅兵联合指挥部评委 军连凋兵 荣获精致飞行等级正章 他们的定情歌曲 牵手 一直是王丽娟的手机铃声 她说 牵了手的手 来生还要一起走 用心生活 为爱加油 在采访的过程当中 王丽娟告诉我们 其实她的经历非常普通 在她认识的君嫂当中 有的为了爱情甘愿放弃自己的事业 有的跟随丈夫辗转十几个省市 却毫无怨言 王丽娟觉得和他们比起来 自己付出的这一点点爱 又算得了什么呢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预知更多最新军事动态 请访问屏幕提示网址 登陆中国军事网 您也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 放到二维码 下载中国军事网APP 关注军旅人生微信公众平台 今年的11月11日 是我国空军成立66周年的纪念日 我们军旅人生栏目的 也会推出特别节目 主猛苍穹 明天带您认识的第一位主人公 将是一位特殊的飞行教员 期待您的关注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再见 两次航校转学 梦想遭遇寒冬 他怎样克服风雪 在两月内完成单飞 一次职位调整 教学专媒表演 他怎样顶住压力 在惊险中创造特技 军旅人生 下期为您播出 孙宇志舞动天之意